学IT 拿高兴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您好 我是马南岳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属性节点 Attributes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属性节点 首先我们在当前页面上 还是先写一个DNV 这个DNV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属性 我给它多写几个属性上去 假如我想去获取 当前页面上这个DNV它的属性节点 怎么获取呢 我们的系统提供了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Attributes 注意它是带S的 它是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可以获取当前 元素节点上的所有的属性节点 怎么获取呢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Windows.no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DNV给它拿到 拿到DNV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ODNV 去输出DNV上所有的属性节点 就OK了 最终我们运行的结果是它直接返回了一个 Name node map object 这个玩意是什么呢 大家会翻译成名字节点地图对象 对不起不是这么翻译的 你在翻译的时候要把它翻译成属性节点集合对象 注意这个地方的map代表的意思是集合 那为什么咱们的属性节点会放在一个集合里呢 首先注意集合它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是无序的 第二个特点它是不重复的 而我们写在我们当前DNV中间的这些行间属性 它就满足这两个特点 第一它没有顺序 谁写在前面谁写在后面最终生效的结果都一样 第二个你就算写两个相同的属性上去 对不起它绝对后面会覆盖前面 它只会剩下一个 所以它这个地方获取的所有的属性节点 是完全满足集合的要求 所以它最终给我返回了一个集合对象 但这个地方不要紧 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集合就OK了 拿到这个集合之后 假设我想去获取其中的某一个属性节点 怎么获取呢 在我们当前页面上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叫做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想获取Title这个属性节点 首先我通过Antributes 先获取到所有的属性节点 然后呢再通过一个叫做GetName的Actor 将Title给它传进去 这样的话注意 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是 一个完整的属性节点 一个完整的属性节点是Title等于Hello 这是一个完整的属性节点 最终它输出了一个属性节点 拿到这个属性节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呢去通过NoteName NoteTime和NoteValue 这三个属性去查看它的值 我们会发现呢 属性节点 它的NoteName 是属性名 NoteTime是2 NoteValue是属性的值 当然呢我们在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我们呢获取属性节点的这个方法呢 实在是太繁琐了 所以呢系统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比较简便的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呢直接 把这个GetName的Item 给它简化成下标 也就是像数组一样去 像对象一样 像对象访问去它的属性一样去访问它 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简化版的 最终我们运行的时候 它最终运行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个收拾它的属性的名字 也就是NoteName 第二个它NoteTime是2 第三个NoteValue收拾它的属性的值 这也就是咱们的属性节点 那么到现在咱们的元素节点 稳稳的节点 属性节点就起火了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马农宇飞